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继续去讲一下关于PiNetwork最近的一次被采访 那这个视频的原稿呢 我已经把它放在我的频道里面去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 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原片 那么原片的总共时长是35分钟 那今天呢 我去将这个原片呢 给大家去整理一下 简短的去整理大概是在13个内容左右 那么这样的话会方便大家去理解 因为它中图的有很多内容呢 其实我们都是了解的 而且知道在对于每次的采访过程当中呢 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客套话 或者有一些比较好的语言在里面 那这些我们可以屏蔽不看 我们主要去聊一聊里面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或者说值得我们去观察的一些事物 那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标题啊 这个标题啊就是说 现在目前PiNetwork呢 它把这个这条公链定义为外部三中的社交加密货币 那和以往的一个定义啊有所不同 那么一字字差字千里 以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大家这个广泛社区里面讨论 都是关于PiNetwork 未来呢 在这个区块链市场是个通用的加密货币 或者说是使用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之一 那当然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词语有在变动 不再是一个区块链使用最广泛的加密货币 而是说未来外部三的一个未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可能在未来的一个外部三当中 它是社交的一个未来 就是主要还是关于社交类型的 那比如说看见Pi它目前做出了一个生态当中 我们最近的一个生态 Pi自己做出了最近一个生态叫什么 叫做这个卢边论坛 那卢边论坛它其实就是属于社交类的 所以说Penetwork目前就把这个定义为 社交加密货币的未来 那所以这一点就可能会造成有的人的 有所不满 就说明明你怎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货币 怎么变成一个卢边论坛的货币呢 那其实Pi也一直在讲 它是社会性的实验它的一些变化都是说的过去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关于Pi呢 它这样去的话它会降临自己的一个风险能力 那么我是作为一个论坛类型的 或者说是社交媒体类型的一个加密货币的话 那么它城市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那好这是关于这一点的 那另外呢我们要看一下它 今天的这个采访当中 这个采访已经是很久了 我们今天主要是做解读 那么解读里面它首先肯定还是要去走一个过场嘛 前期的时候一个开场白 那所以就开始讲解了关于PiNetwork的一个契机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们就问了这个范城挑博士或者尼古拉斯博士是吧 那么他们的一个关系就说 这个PiNetwork的加密货币呢 他们是对于以往的时候 在建立Pi之前的以往时候 对比特币或者以太坊或者等等的其他加密货币 这些主流加密货币感到比较沮丧 那么沮丧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他们不公平啊 分发不公平啊 然后浪费资源啊等等的 反正各种问题嘛 所以说他们才去创建了PiNetwork 而创建这个PiNetwork呢 并不是说我又多大的愿景啊 最开始的创建是只是兴趣爱好 因为他们两夫妻嘛 这里当然就没提到小黑 因为这个小黑当时跟他们一起创建了 这里呢 因为是小黑已经出去了 就不再去提他是吧 因为他们就讲了说 当时范城调博士在讲嘛 他是学这个人类行为学的 而尼古拉斯波上是研究人机 这个电脑专业这方面的 那么对区块链行业呢 有比较了解 然后呢也在教授这样的课程 所以说呢 他们一拍即合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兴趣 那我们就创建一个PiNetwork 是吧 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创造过程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说还提到这个技术 那就是讲了说Pi的技术呢 非常简单非常实用 那么他如何去做到区块链的 这个技术逻辑呢 就这是主持人问的 就说哎 你们提到说这个Pi 呃 诟病你们够 既然敢诟病这个比特币 敢去诟病以太坊 敢去诟病等等的 其他那些主流价币货币 那你PiNetwork 何都何能 你的这个运行逻辑 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吧 那你得讲一讲 这个主持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啊 这里范腾调博士就说啊 哎 他们首先就是说 呃 不和比特币相同 他们的这个逻辑是和比特币不相同 和传统的这些不太相同 那么他们采用了什么 采用的是联邦贷庭协议 那么同时他们还依赖于这个信任圈 那这信任圈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安全圈嘛 那这个安全圈呢 是确认PiNetwork 它是原创的 就是以前的在区块链里面 哪有什么安全圈 哪有什么说 你加五个人之后增加算量 没这个说法 所以说这个是PiNetwork原创的 所以呢 非常多的安全圈呢 就会组成一个信任机制 那这个范腾调博士讲了 哎 我们每个人都有安全圈 里面有五个人 是吧 你至少三到五个人你有吧 有了人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组成这个 你的个人的安全圈 那安全圈 大家都有了之后 就会形成一个网络机制 这里面的人呢 通过你 一部分人 另外一部分人 又加了一部分人 就能够重合起来 让自己呢 形成一个网络中的一员 那么我们也 以前看到一个纪录片 也讲过说 每个人呢 通过你身边的朋友 通过七成 就能够找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 那这个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好像事实 你如果说找你朋友 朋友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 你找七成的话 你几乎能够找到 你所想要的一个人 所以说 他这里面讲的这个安全圈 大概就是这种机制 就是说 可以将全球的人 或者说 全部参与的 Panetor 和的人 连接在一个网络当中 所以他们采用的是这个机制 这个机制里面 还有关于手机挖矿奖励 那手机挖矿奖励 就是说 我们是通过 每天去点闪电的时候 那么这里 翻成调博士讲了说 我们每天去点 闪电的时候 其实是确认安全圈的 如果你确认安全圈之后 你就会得到 当天的挖矿奖励 所以说 这个和我们以前所理解的 还有一种不同 很多派友去理解 就是说 我们每天点闪电是迁到 而这里 这个范田要博士 给出了更重要的一个 准确答案 就是说 我们每天点的闪电 实际上是得到安全圈的确认 那么确认之后 再给你一个奖励 那好 这是关于这一点了 那另外 下面第三点 主持人就提到了说 你既然抢了这个安全圈 那我们串谋起来 我们可以 比如说 我们点一次闪电就不点了 或者说 那我们大家去串联起来 我们这五个人 大家都认识了 或者另外的五个人 的五个人又是认识了 那我们在这个网络上运行 那我们也不是可以做一些恶吗 那这里啊 尼古老师就回答了 关于安全圈 它并非是真正的数据的导向 也不是说是数据的流向地 那么真正的数据的流向地 或者说数据去记录的地方是哪里 是他们的电脑节点 那么手机端的作用 是隔离潜在的风险 比如说是CYBI CYBI呢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这个B圈里面的女巫攻击 是吧 那么它将它隔离出来 所以说它安全圈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女巫攻击 那么实际上我们 去做的这个电脑运行节点 才是真正的这个数据流向地 也就是说我们的节点 也就是我们的区块链 区块链真正的建立在电脑上 而手机上呢 只是说是防止攻击的第一步骤 就是说第一个防火墙 相对于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好 下面第四点 就是关于主持人提到说 所谓的运行设备上面 有上万台 那么就说刚才 我是做了一个简单了嘛 那尼古拉斯博士在讲的时候 还讲了很多内容嘛 那些内容里面提到一个上万台的设备 那这里的话 这个主持人就问 你这里面提到上万台设备 到底是手机还是电脑 这里尼古拉斯博士讲说 我们里面的区块链 它都是电脑在运行的 那么因为手机是没有办法 去运行区块链 以及打包的工作 同时尼古拉斯也表示说 通过非官方的数据 他们现在去统计的是 有9万以上的这个电脑节点在运行 而并非是1万个 那么所以尼古拉斯自豪地表示 在全球 这是最大的区块链分布 也是非常的去中心化的一个类型 就是我们是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国家都有我们的电脑节点 那所以这个节点 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网络节点 那么也就是说 所有区块链里面没有人去比的 这点我相信尼古拉斯 应该是感到比较自豪 但是他这里讲了说 一个就是说 它是一个非中心化的一个类型 就是不同类型的都在一起 那这里我讲现在目前我们虽然说节点多 但是实际上没有在节点上运行 还不是在服务器上运行 那这就是说尼古拉斯里面表示说 这未来我们的这些电脑节点 那么是世界上最大 但是现在是没有启用 现在还是用了服务器 所以Pineintro 它启用的时候 它肯定是全球最大的节点的一个区块链网络 但是现在不是 因为你虽然说有那么多 但是你只有一个备用 现在还是用你的那几台服务器 是吧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 那好 关于第五点就主持人说了 你们不是说有个测试网 还没有公开 那你们建设这建设那了 在里面建设生态 那你们到底在建设什么 这一点都我觉得这个主持人问得漂亮 这正是我们所有派友想去问的 你们每天都说保护我们 这是测试网 那你们没有公开性组网 说是在保护我们的先锋 那你们在里面建设 到底这建设是什么呀 是吧 这里主持人就提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由范成了博士来回答了 那我认为范成了博士和尼古拉斯博士不一样 范成了博士容易去绕弯子 他作为人类社会学 他肯定对于语言的艺术非常了解 那么他首先上来之后 他说我们是组网的 他首先表示我们是组网的 你不要讲我们没组网 我们是组网的 我们现在说关于上面的一个问题 他不直接回答你这个关于我们在建设什么 他直接回答你另外的问题 他说我们其他区块链不同之处 在于我们采用了信任机制 所以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封闭式周期 那么他首先讲到说我们是信任机制 信任机制我们和其他的区块链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开放的主网 我们没必要去学他学其他人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式 所以说他他以这种方式再绕回来 那所以他们采用的是封闭式组网 那么这种里面提供了一个信任机制 那这里我就想说了 那这里提供了信任机制 那为什么这个项目方 为什么不信任我们 为什么不给我们KYC 为什么认为我们就是假人 人们去提交了个表格 这个依然去没有办法去通过KYC 那既然是信任机制为什么不信任我们 是不是说我们不值得信任还是怎么样的 这一点我们作为社区的人 还是可以打一个问号是吧 所以这个范条博士继续去回答说 他说我们需要专注去努力做好生态之后再去打开 另外呢 我们并非是几万个人的小网络 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网络 表示非常自豪嘛 我们非常大的网络 所以说我们要保持 我们是一个公开的 是一个公平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轻易打开 那么同时呢 就算我们现在没有打开 我们也是可以内循环的 就算我们这些过外KYC的人 还是可以进入到网络里面去玩 那么事实上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主持人讲的并不是说 你的什么蜂蜜是主要 你什么内循环外循环 这些和他没有关系 这个主持人呢 他是传统的一个企业家 或者说他正在这个区块链网络里面 混了比较久 做了这个博客 所以说他认为的 你公开的组网 就是讲的是你开源 你代码开源 经得起市场的验证 你这个代币 应该在市场上面能够有价值 但是翻成了博士 说着说着呢 就把它绕回来之后 还说得理所应当 我们这是保护大家了 我们采用的是信任机制 我们里面的 这个是真的组网了 我们这里面可以采用内循环 这个话一说 这主持人还好意思问吗 就像你在不认识的人面前 你就问话 你问了之后 你保持一个深色的态度 你不可能继续问下去 是吧 不可能打破砂锅问到底吗 所以说这个问题 范成家博士非常厉害 把它成功的绕回来 我们没有公开性组网 这个是正常的 那好 关于第六 那第六段就是说 这个主持人就好像说 那你这样说的话 感觉起来没什么意思 是吧 这主持人就说了 当然他们这里面的聊天 整个过程是气氛非常好 非常和谐的 只是说我们 从我们的这个 底层的逻辑讲 可能会把这个事情 比较把它凸显出来 但是他们的过程 是非常心平气候的在讲 那这里这个主持人讲的话 大概内容是什么 就说 那你们什么时候 真实的去开放式组网 那这个话题 还是尼古拉斯博士来讲的 他说 我们现在有4500万的人 是需要去通过这个KYC的 那目前 我们已经超过了500万人 已经让他们进入了组网了 那么这个是迁移的目标之一 就是说 KYC是迁移的组网之一 那另外 在翻评调博士也补充到说 那么这里面关于还有哲学的问题 要的是说 全球各地人们的一个进程 以及全球各地人们的一个公平度 大家都要通过KYC 大家不能说是就一下开放 开放之后 很多人没有通过KYC 知识少部分人玩 是吧 所以说他们把这个东西 推结于这个KYC之上 但是我们知道KYC是项目方去推出的 那现在项目方 人家在问这个KYC的问题的时候 那你就把它转到组网上面 或者转到生态上面 人家在问组网或者生态的问题上 你又把它转到KYC的上面 就感觉有点踢皮球的形式 问到什么时候公开性组网 真实的开放之组网 那现在就把它踢到KYC上面去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没有去进行回答 那后面主持人就在下面就问到了 他说 那我们退一步讲 那你们既然不这样讲 是吧 不讲这个组网了 我们就退一步讲 那我们退一步讲 你们在这个组网上面建立公共事业 到底是建立什么公共事业 在这个派上面吗 有案例吗 那这个主持人还是比较刁专 是吧 我再给你提问题 你给我踢皮球 你踢来踢去 那行吗 那我就问你其他的问题吗 那你有什么好的东西拿出来吗 是吧 你们再建立东西 那你们建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有没有拿到出手的吗 那么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那范廷廖博士回答说 我们在派上面有SDK 我们拿出手SDK SDK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们以前讲的吗 可以在这个通过SDK 可以在上面建生态 那么这是范廷廖博士回答的 那么他说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去进行开发 我们还有KYC KYC系统是我们自己做的 所以我们这KYC里面 就可以让大家去 做很多的一个验证 那么这个验证当中 过程当中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 那这就是我们的案例 那么同时在这里 说了很大一堆关于 如何如何的好 如何如何的棒 非常好的一些名词在里面 当然这里我就不带啰嗦了 是吧 我就一带而过 那么他大概就是讲的说 KYC和SDK 是他们做的非常棒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里面 它的含金量很高 非常安全 科技非常高 而且的话 我们也可以不花钱 所以说 他就讲了说 我们在这个公链上面 做了这些事情 是吧 把它讲给了主持人 所以说这个问题 算是给主持人一个完美的回答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里面去的人 也知道这个KYC 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大家还是很清楚了 是吧 那所以这个主持人 就提了一个反问句 那所以你们就是做到了KYC吗 刚才说主网的时候 又提到KYC 现在说你们讲这个 网上的一个什么生态的时候 你又提到KYC 那所以你们已经做到KYC吗 KYC已经做好了吗 是吧 那这个问题 这个主持人还是比较犀利的 那翻成了博会回答是怎么回答 他说是的 这是我们的创新 它是具有包容性的 而且是非常安全的 那所以翻成了博士就做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那好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主持人就说了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你说的那么牛逼 运行机制那么的好 那么你的运行机制是如何在全球做到的呢 那这里你几乎拉斯博士就讲了说 我们在手机上呢 我们有摄像头 简单一点的一些动作 或者填写一些信息 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图片信息 还有我们身份证信息 然后我们提交上去之后就由AI去做 那由AI去做之后呢 AI就会自动去审核 或者说自动去把它打黑 而且会保护我们的数据安全 而且的话我们的数据不会流失 如果说这样审核 AI审核还不过的话 我们就由人来去处理 人来处理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它进行很准确的去做一些信息 另外呢 我们不是刚才讲的是安全圈吗 安全圈呢 它做一个佐证 也可以证明啊 你到底是不是真人 有了这些回答 或者说有了这些佐证之后呢 我们这个就比较安全了 就相当于说就可以大致推出出 你是不是真人 你有没有参与 有没有作弊 是吧 同时还有的还会讲你去提供一些这个 信息 或者你回答一些问题 是吧 那可能就是讲了我们这个表单里面 会提到一些问题 那么后面呢 范城廖博士还强调这个KYC的一个重要性 那就是关于这一点了 所以说 这个主持人说了 你们KYC做到了吗 那范城廖博士讲的是我们做到了 那主持人又说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尼古拉斯博士巴拉巴拉巴拉的讲 我们是怎么怎么样做到的 但实际上呢 他们没有回答这个本质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过了500万 我们还有4000多万很大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没过 他们这个问题当然就没跟主持人讲 因为主持人根本就没闻到这些问题嘛 主持人并非是派权的人 他并不知道派权里面有很大的人是没有过的 所以说他问的问题比较浅显 那么好 下一个呢就关于主持人的肯定 他就说 哎 那你这个就做得非常好了 那KYC如果说真能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KYC 然后非常准确的 非常安全的 那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在未来的这个世界当中呢 人们有一个准确的信息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 是非常好 非常棒的 他非常赞同尼古拉斯博士和范城廷博士所做的这一切 那么当然现在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KYC呢 肯定是尼古拉斯博士和范城廷博士必须要完成的 所以说如果他以后真的完成了 确实还是有好处 是吧 那主持人呀 也肯定他们要做的这个好处 那同时他也问到说 哎 KYC关于是这一点 那你们在这个派的这条公园上面去 如何去吸引别人来建立生态呢 是吧 那么以后生态到底是哪种类型呢 那这个尼古拉斯博士讲了说 哎 我们现在这个开放度是比较高的 自由度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 我们一直在做KKO马拉松 以前做了很多届 而且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才 那么现在也在做 是吧 那么他们做了这个生态类型呢 他们要求的是垂直类型的 就说比较单一化了 你做哪个行业 你又做哪个行业里面 要做了一个垂直化 那同时呢 范城了博士又补充了说 哎 我们不光说做这个实际的生态应用 以后还要做DeFi NFT 游戏 还有娱乐 社交等等 那么特别是社交 那这里讲的特别是社交 那你记清楚 今天的采访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社交加密货币的未来 Web3的未来 那么他讲了说特别是社交 因为啊 自己有很多的应用啊 还在在建设 那么未来很快就会发布 那么他这里讲到 自己有非常多应用 我不知道是不是派的核心项目方 有很多的内容 他们正在在研发 或者很多的生态在研发 没有发布出来 那这里呢 也说不清楚 他把我们这些 在这个 黑客马拉松里面的这些生态 当成他自己的 因为他对外来讲 他可以把这个派的整个里面 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成一个整体 那么跟这个主持人讲 当然 如果说你拆分开的话 那个 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讲 我们的生态和项目方的生态 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呢 就所以有个疑问 就不知道范廷老博士讲的是 未来有很多生态要发布 不知道他讲的是 这个派原生生态 还是说这些第三方生态 那这一点要等以后的一个观察 那好 下面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 主持人有讲说 他说 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 他也同样经历的 有非常多的一个数据的问题 还是说技术的问题 技术难题 当然他是一个企业家 他肯定还有关于很多的一些问题 也讲到说这个信息孤导问题 因为他们讲的这个 社交 社交的一个加密货币的未来 肯定就要讲到社交 所以说 在这个社交当中呢 就会说有一些欺骗啊 或者说有一些诈骗啊 还有一些这个 人格分裂的 就是多人状号啊 这种 这种情况去存在 所以说他提到的这个数据库的公开 是多么的重要 也表示了说 现在的这个技术呢 大家应该去共享这些技术 那么就把这个话引到了这个技术开放来 就说表示了 这个技术 我们这些高科技公司拿到一些技术 公布了一段时间 那么用了一段时间 是不是要可以去公开呢 就可能暗示呢 Penetwork太过于去保护自己了 然后把这个代码拿得太紧了 没有一直开源 所以说呢 这里呢 这个范城调博士就听出来了嘛 他就笑了一下 那么尼古拉斯博士也听出来了 他就对着这个范城调博士说 那我们要去讨论一下开源的这个话题嘛 那范城调博士说 那可以啊 那我们就讨论嘛 所以说这个 关于开源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主持人还没有直接提议 就是简单的去通过旁桥的撤击 这个让他们去主动的去讲这个开源 所以说范城调博士说 可以讲的这个范城调博士说 关于开源呢 我们现在有在做这个努力 也有在做 那做的是什么呢 就关于PiOS 那么大家都知道PiOS 它这个开源呢 是指的是项目方出了一部分代码 帮大家去写了一些代码 之后呢 它是帮助于我们去做这个生态的开发 而它这个呢 本身并不是这个Penetwork的本身原生代码 那所以呢 这里他就说我们的这个 做了开源 这些开源呢 是可以跟开发人员去生成一些应用 或者做出贡献的 那么他们做出贡献 同时也会去为这里面去做出数据的贡献 因为他们做出了生态之后 他们把他们的数据库 或者他们的代码又再去提交上去 那么这个生态呢 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PiOS就越来越多的一个代码 可以给大家用 那么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主持人啊 他要去理解了 他要去讲的东西 其实并非是这个PiOS 而是讲的是本身根本的原因 就说你们这个主网的代码 而不是说你这个侧面的什么PiOS 那翻成了博士和尼古拉斯博士 就必中救起来 你要讲开源吗 我有开源的东西 我讲这个PiOS 其实PiOS实际上和这个主网之间的关系 其实并不大 是吧 大家都知道并不大 那么所以主持人就说 其实我是做一个企业家 我也不是特别专注于技术 那么他认为这样其实蛮不错的 就是说这样的话 可以去帮助到很多的一个生态的建设 那么同时他也想看一下说 你们讲的PiOS 那这个Pi执照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是吧 那尼古拉斯博士回答说 里面强调的是一个网络和内部的一个协作 就是说这个网络里面 我们如何去工作协调 如何去建立生态之后 和我这个主联上面去协调 去工作 那范成了博士表示说 可以建立生态 也可以去保护网络本身 还有啪啦啪啦啪啦 很大一堆 那我们就不讲了 他这里面激情都讲的是 可以建立生态的同时 又可以保护网络的本身 那么这来是一个特别高级的操作系统许可证 那这里我们知道 这个主持人也是比较犀利的一个主持人 也是比较能够去听出问题的一个主持人 他就讲了说 你不是刚才讲了说 你在保护网络本身吗 你保护什么 你们到底想保护什么 你保护了什么东西 是吧 为网络提供的时候又在保护 那你们保护了什么东西 所以说这个问题 又把他问到范庭廖博士上面去了 那么你们这个所谓的保护 肯定就是不开源的一个借口 那这里范庭廖博士就说起了 他说用于PiOS 是预防备份和其他网络的一个迁移 也就是说大家所认为的一个幻念 我可以这样去给大家解释 就是说 如果说你去用到了PiOS的时候 那么你就是使用了PiOS的一个协议 是签订了它协议 那么你面用了一些代码 或者里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就是关于PiNetwork 有它的基因的 那你抽离它之后 你这个生态 你可不可以离开PiNet呢 那不好意思 不能的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它是不能的 因为你在使用PiOS的时候 你是点了它的许可了 你的代码是要公开给Pi的 不光是公开给它 而且如果说你以后 想要去备份拷贝之后 离开这个PiNetwork 就是说对于PiNetwork 进行背叛 你要到以太坊上面去 拿着你这个程序 你说PiNetwork 你迟迟不上桌 我不和你玩了 我走以太坊上去 那不好意思 你这个程序必须得把它拆分掉 因为上面你用的是PiOS的协议 所以说这个里面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说项目方 它实际上 你在使用PiOS的开源代码的时候 里面已经跟你注入了你Pi的基因 你就不可能去离开Pi了 所以说范城堰博士说这句话的时候 不知道是他说急呢 还是说他真的想去这样说 告诉这些网络上面的这些人 你们不要乱来 在这个Pi的上面去建立 你们好好建立 不要跟我东想西想 背叛我或者说离开我 你既然用了PiOS 你就没有办法去离开我了 是吧 那大家知道 如果说是做一个独立的开发人员而言的话 如果说你不用了拿到PiOS 你独立做一个生态出来 那么你当然你在Pi的上面可以运行 你可以在以太坊上面运行 你Pi不好 我就在以太坊上面运行 那是可以的 但是你用了PiOS这块 那就不行了 是吧 所以这后面呢 主持人就说 讲了说关于开源 那么关于开源和很多的创作者 都是非常谨慎的问题 因为他他发现了 这个你一直跟别人讲 跟这个尼古拉斯博士 和范城堰博士讲这个开源的话 一直在逼别人 感觉也不太好 是吧 所以他就说了一下 这个东西 作为很多人来讲 或者创业者 或者技术研发者来讲 都是非常谨慎的 因为一旦你开源之后 就可能会让那些 后面的人去访你 访了你之后 就后来就上去超过你了 这些都表示能够理解 是吧 所以说 这个呢 就是主持人最后 给他们的一个 这个怎么说 一个下坡路 就是说让他们有个 好下的台阶 不要说那么 纠结于这个 一直不开放主 那么这里 我大家都是聪明人 范城堰博士和范城堡博士 肯定也听得出来 这个主持人 跟他们讲了说 你们不开源 这个肯定是不好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PiOS可能在社区里面也好 还是说外面的人看笑话也好 都认为Pi 不够厚道 他还没有开源 社区里面的人 其实都等不及了 更不要说这些 Pi圈以外的人 Pi圈以外的人 甚至于可能觉得 Pi就是一个笑话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主持人 也是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 就说 你们这个很谨慎是对的 那当然啊 这个范城堡博士 也表示说 他现在是属于关闭的 但是 他们可能会考虑会等等 也许很快就会开放式组网 或者说开源 那么这来就表示 他们的谈话已经结束 这个就内容就差不多完了 其实这里面有几个 值得我们去观察了 就是说Pi Network 这条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它和以前的一个 全球性的加密货币 使用量最大的 这个代币呢 这个coin呢 已经变了 变成一个 是未来web3 社交加密货币的未来 那么它是变成这种了 第二呢 就是说它 开放式组网了 它还肯定没有出来的 它不会太快去开放式组网 因为如果说在这次这么近的一个开放式组网 如果说项目方想去开放的话 它应该会给出一个大致的时间 而不是说像项目方 这个范廷博士讲的说 我们可能会再等等 或者说很快再来 那这句话我们听了很久了 听了几年的时间 它一直都没有来 所以说这句话呢 就表示我们这个开放式组网还会很长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关于在建生态的一点 建生态这一点 就是我们如果说用到了PiOS的话 那你肯定就是来源 由于有Pi的基因 你就无法再去离开这条链 去其他地方去跳槽 也就是说你使用了PiOS 你必须在派上面去建立生态 那么你想独立单独出来 在以太坊上面去的话 那不好意思 你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基础进入这三点 虽然说它做了半个多小时的一个采访 那么那些内容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做的更新 就大概就是这三点 如果说你基础进入这三点的话 这次的这个采访呢 你就基本上这个精华 就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 然后这就是关于 今天要去跟大家分享全部内容 那么以上分享 仅仅生态源于我个人的解读 和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说有其他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你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到第四年 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